大家好 歡迎回到Watson's Hour 今集有我和Graham知道 一個喜歡吃東西 一個喜歡喝酒 就知道我們要做Food and Wine pairing Lina 最近開了很多人氣麵包店 也大排長老 今天我們特地去做一間人氣連鎖店 買了幾款有鹹有甜的不同麵包 還有聽說是全港最好吃的蛋撻 還有在開始之前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和Subscribe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去片 我今天給了一個挑戰 就是事前我去買這些Food and Wine pairing 我沒有跟他講究竟我們去買什麼 我只不過說了一個名字 看看他準備了什麼酒 其實有些Food and Wine pairing我都未試過 就盡力了 今天我們帶了四款就給大家解釋 還有試試配搭這個Food and Wine pairing 有Dry 有甜 有白 有紅 那不如我們就吃這個最經典的牛角包 那不如我們就先試一支白酒 來自Domaine de la Chauvelin 的Macon Brucier de Chateaule 非常脆口 好吃 很脆口 然後之後 然後脆到水的麵全爆出來 對 這支白酒就來自Berroni的南邊 小小的一個區 可能沒有那麼出名 但就相對低音一點 就來自一個區叫Macon Verhais 它是落過木桶的 Toto Verrondi的白酒都會落木桶去塵面 帶點奶油香味 剛剛我們試過Froissant的牛油感也很香 再配合一支酒的感覺都很相配 我自己覺得本身的酒的酸度比較高 再試一下這個Froissant 好像沒那麼膩 就會減輕了它的油膩 因為比較多的芝士也挺濃的 喝過的酒也會很膩 不如我們試試這個蘑菇 應該也有芝士在吧 這個蘑菇芝士 究竟搭不搭這個白酒呢 它是不是裡面有些蛋之類的 我試了就知道 表面好像有蘑菇 也挺濃郁的 它的蘑菇味非常出 這個很好吃 又搭不搭酒呢 吃起來口感就很奶油 皮皮其實也挺酥脆的 都是非常濃郁的 因為它比較出名就是做這個蘑菇 所以所有今天的芝士都會是牛油味重一點 這兩個配搭是一個口感 或者是牛油奶油的味道去配搭 我們現在就來個評分環節 看看我們對這兩款配搭有甚麼感受 我覺得我也挺高評價的 我當然是評自己滿分 來 三二一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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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了1.1分 那給蘑菇批的原因是因為蘑菇批好吃一點 剛剛提醒了我的配搭 我也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 那個食物和酒的重量 因為我自己覺得牛油的包比較輕易一點 然後酒其實喝下去 雖然它下過木桶 但喝上口感都比較輕易一點 所以兩個的重量就配合一點 但反而蘑菇批我就給4分 因為蘑菇批的感覺比較重 味道濃一點 口感再creamy一點 再full body 好像有點重 那我們現在就去到東南亞風情了 剛剛切開的時候已經是超級濃味 很香 不如我們先試雞 我先喝一杯紅酒 是來自意大利的 我選了一瓶比較fruity的酒 這瓶比較特別 是來自意大利的Dimonte地區 叫Morri 是Nebielo和Fabella 去混藥吃的一瓶紅酒 好像咖喱雞的味道比較搶了一點 所以有一點點喝不到紅酒味 我想試那個牛肉 再看看究竟是否配合 這個巴東牛肉 巴東牛肉有什麼特色 都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都有辣 我也是第一次試的 巴東牛肉其實有一點辣 因為我不太吃得辣 因為尾段帶一點辣 我吃不到辣 因為你吃得辣 我吃不到辣 我吃不到辣 但是三瓶不高 還有紅果味豐富 多汁一點的酒 都挺舒服的 我們也是時候給予分了 好像也有點心趣 對 好 3 2 1 來 首先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雞本身咖喱雞的味道比較搶了 所以我覺得它已經蓋過了 那個酒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喜歡巴東牛肉 所以我就給這個3.5分 這個牛肉 你呢 我就3分 我覺得都很合格的 很認同 剛剛咖喱雞的香料 給我暑期中 更加6分 有一點點可能蓋過了 做什麼 你的牛肉 在吃東西 這個 你的牛肉 是你的豬 那個香料味 的確 蓋了一點酒味 但是呢 喝下去都不撞 你都會 都會舒服 當一個坐餐的飲品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合格分數 3分 但是略嫌我扣了0.5分 就是 尾段那個辣度 就好像有一點點 就撞了一瓶酒 如果我會選一瓶蠔 就可能我會選 香料味會比較重 或者可能試一下 或者是法國的酒 可能會更加相當的 哇 來到很多甜品的天地 簡直就是 我看到你都準備了一些甜酒 和Port 對 都來到了甜酒的天地 那我甜酒 我都準備了一瓶白 一瓶紅的 一瓶瓶 就是來自西蘭 南部的淡酒 甜酒 和一瓶Port 嗯 好啊 那你試哪一個呢 我覺得應該先試士多便利 比較新鮮 它還有一些吉士醬 它又不會很甜 也算是很舒服 嗯 因為本身那個士多啤梨會酸少少 配上那個crust會比較甜 加上就酸甜酸甜 我們應該先試哪些酒呢 不如我們先試白 嗯 酸甜不酸甜的 白的米蘭 嗯 這瓶甜酒是來自西巴拉 南部 馬拉加的地方 它有很多生 嗯 它的提子呢 還在山的斜坡上面 全部都是人手炸 然後曬乾的提子 嗯 令到它的風味更加濃郁 更加濃縮了 做這個甜酒 嗯 因為它仍然在山上 海膏比較高 所以它的酸度也會保持得到 我覺得這個 Banilla Danish 可能它還未夠太甜 嗯 所以甜酒會搶掉 就會搶掉Danish的味道 所以我想試試 你會說 可以配上哪款食物 那我給你試試這個名物 哇 真的啊 我等了很久 好 我們來一個蛋撻Cheers 怎樣蛋撻Cheers Cheers 真的很香 嗯 這個就會比起Danish 這個甜點 嗯 而且會有些焦糖味 看看能否配搶到這款甜酒 我覺得已經可以準確評分了 來 3 2 1 這位置有沒有漢堡包 喂 這個 1.8是甚麼 我要表示它比起剛剛那個 巴東牛肉高分一點 還有加點 對 而這個Danish 就是因為 剛剛好 它真的因為搶了那個味道 好像剛剛這樣說 所以 就會2.5分 但是這個 這個 和這個甜酒 剛剛好 那差0.2分是甚麼 差0.2分 差1.2分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個蘑菇批配白酒 所以就會減少少分 好 一邊吃 分開吃 互相吃到味道 但是 加在一起 甜酒 就蓋上去 嗯 但是酒好喝 Danish也很好吃 嗯 第二 就是 首先它很好吃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手指公 然後我就4.52分 就是因為 蛋黑面 其實是有點葡撻的感覺 有點焦糖香 嗯 甜酒 它本身的水果香氣 都不錯 但是差一點就差了一個焦糖味 嗯 不如我們就試這個 哦 和巧克力 是啊 事不宜遲 因為兩款都是巧克力 所以我都選了一款 熱酒去配搭 比較經典的配搭 嗯 因為巧克力 對酒來說都挺難配 嗯 也挺挑剔的 很多酒都未必配到巧克力 就算是甜酒 譬如我們剛剛試的白酒的甜酒 都配不到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本身有種燙烤的風味 嗯 而且本身有甜 你配紅酒就比較難一點 配白酒就更加不行 嗯 所以又要甜 又要甜的紅酒 例如巧克力 還有要配上韓巧風味 所以可以選擇的就很多 嗯 我覺得這個配搭是不錯的 是 有一點像它是甜品的 即是它們兩樣已經加賣了 是呀 好 我們來試這個豆乳吧 好 豆乳 乾杯 雖然兩款都是巧克力 但是兩個味道真的很不同 巧克力 這個豆乳 比較稀辛的味道 味道很重 所以配搭 我猜 我剛剛試了 就覺得 都是配這個Danish 好吃一點 是 你自己覺得呢 因為這個豆乳 那個巧克力感 就沒有那麼豐富 沒有那麼豐富 反而我吃下去 第一個感覺 就是那個麵包感 那個味道 就多一點 不同這個巧克力包 巧克力包就是 吃下去就是很巧克力 是 配上那個碗就很好 是嗎 如果我把這個巧克力 配這個 嗯 試一下吧 嗯 有機會 巧克力會令到 酒 變紅 有機會吃 嗯 對 有少少糊了 不如我們又試一試 你剛剛說 這個特別的 就是蛋撻 能不能配搭 這個豆乳 我自己覺得配上 第一款比較好 我覺得都可以的 這個就會突顯了 這個焦糖的 嗯 替提芝 Lux 焦糖的感覺會更多 配上第一款白的 那個果香 會更豐富 嗯 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做這個評分了 好 好 好 來 最後來個3 2 1 大鼓開 這次不如你先解釋 4分 我覺得是挺合適的 這個 Pot酒和朱古力 是一個 經典的配搭 差1分 會怎樣 因為 朱古力的味道 挺豐富 挺濃郁 可能我下一次 配搭 可能我會選一支 再舊一點的Pot 只是Tony Pot 10年 可能有機會可以試試 20年的Tony Pot 去配搭 如果20年的話 Tony Pot 就會更加多些 乾果的風味 一些粒 乾果 然後味道 會更加濃郁 之後就是 東辣 我覺得都OK 都合格的 因為始終都是朱古力 Pot 都是一個classic 所以給了合格的分數 但是吃下去 就比我想像中 沒有夠朱古力 所以就給了合格分數 但是甜度 口感都沒有問題 完全認同 所以我們的分數是相約的 其實 2.85和3 差了0.15在哪裏 就是我覺得 它的味道有點甜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影片 如果想看更多 我們不同的Food&Wine pairing 又或者Wine 101的知識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記得做些甚麼 Like Comment Share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Cheers